小心点 都看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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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同志听着 这二小鬼子给我狠狠地轰 打 好 怎么回事 是谁在攻击我们 报告长官 我们遭到了歇斯军的攻击 歇斯军怎么可能 我等 走 焦点 你这炮子没炸呀 不知道团长 这炮我打得很准 不管了 可能是个抽弹 继续给我护 是 继续护 把敌人的娇跑 给我炸烂了 给我打 正官 新四军他们 把炮弹打进来了 同志们 给我冲啊 冲啊 同志们 这是咱们来新四军的第一仗 给我拿出点精气神来 同志们 冲啊 冲啊 四军 你看 同志们都给我听着 给我搜仔细点 能拿走的都给我搬走 给小贵子什么都没留下 四六 老马 臭小子行啊你 你这炮王可不是白给的 给我搭了个大台子 让我的队伍唱唱大戏 痛快把气都出来了 我呀只是做了我擅长的 最后出风的时候 要没有你们跟鬼子 以死相搏的话 咱们呢也拿不下这个炮篓 这小子还挺谦虚啊 这小子还挺谦虚啊 我刚才跟老马说了 咱们这回搅获了不少迫击炮 告诉你还有一门重炮 不过你这炮王得给我培训炮兵啊 对了 小叔您那个排挤炮改正平射炮的法子 也得在咱们全纵队推广嘛 这个没问题 我愿意把这门技术呢 交给大家伙 但有一点啊 交可不能白交 我得要份礼物 小子 刚飘洋飘洋你 你就不谦虚了 好 你这狐狸一巴可算是露出来了 这么着吧 你要什么我答应你 就是啊 咱们不刚刚缴获了一门重炮吧 这门重炮啊 交给我们团使 交给你们 你们也不是特别会使 对不对 你小子可真够行的 分得到清 知道啥叫金鬼 我跟你说 就按你说的送你了 好 我告诉你啊 咱们现在全支队 上上下下 可就这门宝贝疙瘩 你小子给我看好了 要是有闪失 我拿你十分 谢谢司令 那我就去打倒战场了 去吧 好家伙真解气啊 隐蔽 隐蔽 快 隐蔽 这他将什么炮啊 威力这么大 我从来没见过 你刚才说 过了前面这道岭 就二十六公里了 那就说明小鬼子 这火炮的射程 应该在三十公里左右 那口径应该在 两百毫米以上啊 这么大威力的火炮 我只在德国的课本上抗 散开一臂 这帮鬼子 咱们怎么逃到哪儿 他炸到哪儿 不得真道 这附近一定有小鬼子的侦察哨 好 震探我离开 那是最高的制高点 震掌白 到 给我来 是 震探 一定当心啊 弟兄们 分散隐蔽 他 他们要撤退 在他们撤退之前 一定要消灭他们 快向大河昏报告 好 大河昏 大河昏 快 看到了吗 给我干掉他们 走 看到了吗 这几个就是那重炮的眼镜 猛八蛋 等着老子过去扒了你们屁 走 走 清兵 清兵 来 没事吧 盖上这三个小鬼子 好 看来鬼子不知一组观察哨 此地不宜久留 弟兄们 撤 走 快 三十公里之外都能命中 这是什么炮 好 我们估错了一下 口径起码要在两百毫米上的重炮 师父 电话 是 我是杜兴师 是 是 请薛司令放心 谢二师一定不如使命 三天 向木兰山发点攻击 薛长官亲自来电督促我们 命令我们三日之内向武汉发去总攻 是 是 师座 武汉军堂方面 刚刚送来警报 你看看 官人不出我所料啊 两百四十毫米口径 看来鬼子是下了大血管了 但如果这样的重炮推上布兰山 那就是义父当官万夫莫开啊 我们想飞过去都难 难道老天 非要灭我先而失 但是大哥 这个木兰山不能不强攻啊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先把这门重炮搞掉